大家好我是阿天 下一個進度應該就是等哥布林2開吧 因為今天麵包有花了一些 把所有的角色裝備都已經提升到紅裝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然後目前我打到這個難度2的1000萬 那這個這種也是超的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是我的火箭 他裝備的是守門者之杖 然後他的時間點是射29.9 循環是20秒 其他角色就沒有射時間了 至於說神器我也是超一位 在太陽榜上面的大大 這邊就隨便看一下 然後這個金灰寶盒非常建議兌換 再來死亡妖鳥的話呢 我就只能打到6而已 感謝LINE網友分享這個陣容 那我這邊使用的隊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把那個等級洗掉去打海王嘛 然後技能沒有射任何的時間點 最重要的就是加里巫師了 那加里巫師的防禦力可以參考我這個圖片 就是鎧甲跟手套我正好都有刷到防禦百分比 那如果說你發現你的加里巫師還是開場死掉的話呢 那你可以先刷5 看能不能刷出防禦的這個裝備喔 那再來這個唯一的攻擊角色的話呢 你可以換其他人 賴群那個大大是使用電的那個醫藥啦 那我選擇使用這一隻電的紫色蜥蜴齁 因為呢他的技能也可以破盾 然後大招可以增加防禦力 算是多了一個自保 那暈暈的話呢就是老牌嘛對不對 大招補血然後呢一定時間之後呢 全體又又獲得防禦提升 所以呢重點就是開場加里巫師要撐下來喔 那再來的進度呢大概就是一天生個旅途一級吧 然後不要忘記解上面的這個冒險挑戰任務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因為畢竟這也不是新賽季 這是循環S4喔 那裝備刷的差不多 麵包就不要太急著用啦 因為你現在刷7級也沒什麼意義啊 因為現在掉落裝備的機率沒增加 你刷7級也不會直接噴一個金裝給你 然後你打到金色石頭也不能夠鍛造 所以呢我們就放輕鬆就好 接下來下一個花麵包的時間點就是這個 旅途等級21級 所以說呢大概要再過個4-5天吧 當重置時間結束之後呢 就是留一隊每天打海王 然後另外一隊呢就是準備打哥布林 反正 對齁 這大概就這個樣子 至於說這個賽季呢 我就只有克170塊的那個體力 之前我會推薦 之前如果有要克進的玩家 我會推薦克那個由衷 因為我覺得由衷CP值還蠻高的 但是現在就不要了齁 我就只克體力而已 然後遊戲的進行呢 其實前面還會送一些資源啊 基本上日方式賽季你可以存個20顆 一路存到卡拉維拉的活動 因為如果實力OK的話呢 卡拉維拉的活動 你只要20顆就可以解完任務了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然後不要忘記齁 11月7號會有一個超級長的那個維護時間 那到時候再看看情況會怎麼樣吧 我是蠻希望維護之後呢 欸 可以騰訊的那個兩隻新角色喔 一個是猴子 還有一個好像是女生吧 也可以加入喔 對不對 畢竟龍席打下基礎 還是靠我們的國際服玩家 希望這個官方也照顧一下喔 OK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掰掰